早上好 我是家旋 欢迎收看10月18号的百革城报 今天每一家头版新闻几乎都是一样的 你能够拆到是什么吗 那就是反弹会要收余网了 昨天发出通知给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要他在今天下午三点自首 不过要看情况才决定是否提供他 巫统最高理事洛曼相信将会被提供 而这也是每日新闻和新海峡时报的头版大标题 比较不一样的头版新闻 是前锋报在头版用标题 大载问马兴湾桥计划有这样的需要吗 主要是引述柔福王储东顾伊斯曼认为 建湾桥不如启动巴西古当医院的新建工程 而另外将马来报的头版 让毒舍看到了变成怀旧色调的纳吉夫妇 再次面对一名地毯商人的起诉 官非不断的前首相夫妇 又要遭人索赔了 而这一号人物是一名地毯商人 46岁的迪巴揭露纳吉夫妇 在纳吉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 用作新建国家防务研究中心的土地交易丑闻上 串谋欺骗以及利用职权做不当影响 导致他蒙受巨额损失 因此决定入禀民事诉讼 起诉纳吉夫妇等人 并且要求赔偿金额高达6亿7600万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 迪巴早前在9月12号曾经入禀高庭 生出自己打算出庭指证 纳吉夫妇涉及蒙古女郎命案 遭到纳吉夫妇等人涉及陷害 所以他要向他们追讨 超过5260万令吉的赔偿 迪巴在诉状中透露 他曾经多次被纳吉夫妇施压 和现已利用其他有利可图的商机 不料却一次次被违约和失守怒言 最后还遭到纳吉夫妇 强制以低价收购他公司的80%股份 造成他猛受巨大的损失 因此决定要起诉到底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政府质疑废除死刑一事 引起民间激烈反弹 而从公布至今 东民有希盟议员站出来 对此课题发言 为此行舟日报 就独家访问了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尼克敏 尼克敏透露 政府之所以要废除死刑 主要的关键在于 大马同意要签署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 和废除死刑国际公约 因此政府必须要遵守 但如果政府要全面废除死刑的话 将会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因为需要修改多达32项的法令 而对于他本身而言 在废死的课题上 没有一方是全对或者是全错的 最重要的是刑罚是否符合司法正义 因此他认为 此课题需要从长计议 并且聆听民间的声音 因为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 另外他也透露 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已经答应会在本周五的内阁会议中 讨论是否要将此课题 交给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处理 一旦内阁同意 交由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处理的话 特委会就可以召开公共听证会 并且将报告提成给国会 再进行辩论以及寻求通过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